音樂 今天做香雞 然後我們這邊的環保菩薩吃 還有那個 我們伊領街62號的獨地長者行動餐車 我自己也開了一個大大 我所述过程当中 我真的是有体会到 生命只是在呼吸间 那一口气吸不上来 什么都没有了 既然我吸上来了 那就表示说我还有任务要做 那我就从那个时候 我就投入了 加入慈祭之后 我就一直有投入那个方式 跟关怀毒气长者 看了就是想说 哇 怎么还会有这种地方 我们看的就是已经这么旧了 怎么里面还有更旧的 其实我以前我就想说 哇 人家亲人家家里都 哇 好妇女堂房 我就很羡慕 可是我开始关怀跟看个案之后 我就想说 屋宽不如新发 真的会想到说 上人说的 千间楼房只是一张床 就是去世之地 只有那一张床也是过了 每次我去关怀毒气长者的时候 去陪伴他 跟他聊天 看他们那个高兴的样子 我就会回想到我家乡的爸爸 有空我就会回彰化老家 陪爸爸聊聊天 煮个饭跟爸爸一起用餐 让爸爸觉得他不孤单 他们的身教给我们影响很大 会经由真正的 让人家看到的行为 影响别人 是一个有正面的影响 我还能够 感谢观看